剛剛講到那個竹科 竹科該不會在我們的龍脈上吧 尤其是沒有錯 我跟你講新竹科學園區 確實也是在一個龍穴上 真的假 我們來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比較小 這個是整個新竹市區的地圖 對不對 其實新竹縣市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龍脈 他的龍脈的起源 是從北埔鄉這個地方的一個 五指山開始 那五指山之後 這個龍脈奔騰向外 入海 所以這個龍脈下去的時候 那這個你看 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比較清楚 剛才我們講說五指山是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他往前崩騰下去的時候 到這個叫做五步枯山 你知道嗎 五步枯山下去 就是新竹市 新竹市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都是山市 可是到這邊是平地有沒有 尤其在東區這個地方 就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這個叫做 我昨天有解釋過 就是習仲勳他爸爸的木 叫平陽龍 對不對 平陽龍下去之後 你看從五步枯山這個一下去之後 新竹科學園區 剛好對著那個容器有沒有 禁收容器嘛 所以新竹科學園區 看起來確實是在一個一個龍脈的一個容器上面 所以難怪新竹科學園區會這麼的旺啊 那可是說實在話 剛才還講到說台積電對不對 對那說實在台積電 台積電的總部原來是在什麼 他們園區山路一個二廠 可是當初他規劃的時候 這個台積電啊 他東邊缺乏柴水 沒有水啊 所以他後來就開始造景 造一個流水造景的水池 變成聚寶盆 因為什麼 他這個水還是從外地這樣收集進來 在他的蓄水池裡面 要從外地刻意收集回來 繞一圈把水都給它摳回來 那個叫做聚寶盆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的台積電你知道嗎 每一棟大樓的入口處你去看 都有一個小小的圓環的一個流水池 而且這個水還會流動 不能一棵水在那裡不在家 是有流水池 就是才要活絡嘛 那其實台積電說實在話 台積電為什麼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看那個上面 那個台積電 他為什麼是用小寫TSMC有沒有 大家想說 這樣有什麼用小寫 照理來講 應該氣勢要夠 應該用大寫對不對 可是人家後來就講說 這裡面有風水格局在裡面 連這個都有風水格局 當然啦 你說寫大T是比較有霸氣對不對 可是大T沒有出頭啊 他用小T的話就有能夠出頭的話 出頭才能夠賺錢嘛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他一定要用小寫的T 那就是要給他出頭啦 這一點很重要啦 對對對 剛才我們講過說 那個新竹科學園區在這個地方 盡收容器對不對 那可是我講實在 這個除了新竹科學園區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剛開發的時候 新竹科學園區有三期啊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這麼的好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之前最早的話 是一些亂杖鋼 很多土地公廟蓋在這邊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在新竹科學園區 剛開始的時候 竹科剛開始開發 就把這些亂杖鋼跟這個土地公廟 全部都產平了你知道嗎 他一產平之後剛開始 竹科剛開始也沒有這麼 一開始也沒有這麼順利 他剛開始的時候你知道嗎 跳電好幾次 每次一跳電的話 損失那就是幾百億 幾十億 幾百億 所以一年跳個幾次之後 每年這樣損失真的受不了 而且後來有很多的公安問題 那公安問題你也知道 只要受傷啦 甚至死亡的話 那是不是廠商都要賠錢啊 那一錢賠錢的話 我就要開始賺錢 我就要先賠錢 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 從什麼時候開始 聯電 滑邦電 茂戲 他們生家公司的老闆就開始巨資 對 要創什麼 你知道嗎 開始集資去土地公廟 所以你知道 其實在那個 那個新竹科學園區裡面 最有名的景觀 除了廠房很漂亮之外 就是土地公廟特別多 那可是後來他們覺得說 土地公廟這麼多 你看這些土地公廟 鎮地煞對不對 以前是亂葬工啊 地零木鎮住的時候 這個會呢 所以之前人家就講說 新竹科學園區的那個員工 有沒有 他們有三高對不對 什麼高 學歷高 工時高 收入當然也高啊 可是他們也有三怕 有三怕 怕什麼你知道 怕死 怕意外 怕鬼神啊 對不對 晚上他走路上 剛才阿扁要怎麼辦 當然人家那時候是講說 因為他的精神恍惚啦 那可是後來他們就知道說 你不要看這些科技人 他也不敢鐵齒啊 所以他們就把很多的 後來各個廠商就開始討論 就說這麼多個土地公廟 散去在各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去拜很麻煩 你知道嗎 我怕去拜的時候 我說看我的廠區 是哪個土地公廟的管區 要知道倒一個官窟 你不知道亂拜 拜去白朗那裡就沒效了 所以後來就乾脆說 我們集資啊 把這些土地公廟有沒有 六個地方的土地公廟 全部把它集合起來 他們有一個叫做集福宮 就在園區三期的時候 就是六宿的地方的土地公廟 繼續起來 所以你看每年 那個什麼土地 土地公司有沒有 那辦得很老了你知道嗎 而且更誇張的是 每個你只要說初二十六去看 這個土地公廟的話 很多那種川西莊打領帶 園區裡面的高級主管 列隊在那邊拜拜你知道 來這邊的很多非富即貴 對啊 當然他們要拜 就是希望說能夠平安沒事 好了那個新竹科學園區跟台積電 有這些風水科技 那我們昨天講到說 中國大陸不是習近平 他也很緊張 他昨天不是拼命要拆這個什麼 香糖文化新村有沒有 一個四番村 他為什麼要把它蓋 把它拆掉 說真的我昨天講說 這個是一個 你看那個深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龍頭 一個龍脈從這邊掛 下面就是北京市 他是護衛在這個地方 這個香糖文化新村 確實是壓在他的氣口上 對 那可是人家講說 這邊有龍脈的話那有沒有龍脈 有喔 你看往下看 這個昌平區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一個 旁邊都是綠色的圍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昌平區是什麼 這個地方圍起來 這個地方就是明朝十三陵 十三黃陵 明朝十三黃陵就在這裡 我就跟你講明朝十三黃陵 在這個地方的標誌 這個地方也有龍脈對不對 難怪人家就覺得說習近平要很緊張 你如果親他的龍脈被你搞壞了 到時候龍奄奄一襲 氣土不出來 那不就氣勢整個就摔掉了嗎 說實在為什麼這個明十三陵會選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就是要從明朝十三陵講起來 明朝十三陵他的皇后徐氏 他過世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 我要找一個萬年吉隆 就是萬年好的土地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要把全國最有名的那個土地 那個風水師全部都把他聚集起來 就開始去給我點穴去給我找 而且要在北方找 你不要把他找到海南地去 所以在北方找 他們就說近在遠前 這個附近就有一個集穴 就是這個昌平區這個地方 他講說這邊有個黃土山 而且那當初的那個 他們呈上給明朝十三陵的那個 奏折裡面寫說 這個地方叫做四四城翔 這四個三四有沒有 四四是城翔 而且形象銅鑼 像是一個冬鑼 我們台灣講說金臉盆穴 像是銅鑼 穴居中央你知道 他說內有聖殿之水 四城明君 就是這裡面還有水流 以後會產明君 外有公侯拜武之山 對不對 永豐朝貢 永遠就會很豐富 朝貢光吃這麼朝貢 四方朝貢你就吃不完 很豐盛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 那個明晨祖就覺得說不錯喔 所以你看明朝為什麼是十三陵 從明晨祖開始一直到明師宗 朱油簡 崇禎皇帝 全部十四帝裡面 除了說景泰帝 他是被明英宗給罷署掉之外 十三個皇帝都種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我就常常在想說明朝這個朝代真的是很奇怪啊 內憂外患一大堆 你不要講什麼 他那個黨徵不斷啊 還有國內流寇啊 宦官有沒有什麼東廠西廠錦衣會一大堆 而且說實在外患有那個什麼南窩北魯啊 南窩什麼日本啊 北魯就是蒙古啊 他常常在侵犯 可是你知道明朝這樣狗言殘喘 他也可以活兩百七十六年耶 所以你就說這個 是不是因為他全部葬在這個地方 運氣很好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所知道的話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因為那個時候 席氏過世的時候 永樂皇帝啊 就是明成主 他就到處去點穴 有一天他就走到這個地方 看到有人在辦席氏 他就講說 今天晚上不是什麼良辰吉日啊 也不是什麼黃道吉日 你辦什麼喜事 他就問說為什麼你今天辦喜事 他就跟他講說 這是夭生 就是之前我講的姚廣孝有沒有 就是他的那個國師啊 他說這是姚廣孝幫我選的日子 他說今天會有一個貴人來 今天雖然不是好日子 可是貴人來了之後 龍虎相沖 會逢凶化吉 他一聽到說 你真的是很厲害 姚廣孝你還知道我今天要來 好 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你 你去給我點穴 就給我找一個那個集穴 所以那時候姚廣孝找了三個地方 一個叫做屠家營 那你知道明朝皇帝姓朱啊 朱你把他送進去屠家營 屠宰之後你就剃掉了 所以這個不行 第二個就找了一個叫宴家台 那宴家台這個叫宴駕 不是皇帝死掉嗎 不吉祥 第三個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黃土山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你看左青龍右白虎 裡面又有中央穴啊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名城主就很高興 就問姚廣孝說 欸我既然找到了這個集穴 我以後的子孫子子孫子葬在這邊 可以葬幾代 你知道那姚廣孝 他那個老甘他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葬在這個地方 叫做萬子重孫啊 他萬子重孫他一聽 哇我的萬子重孫 我也可以生生代代 子孫都延續下去啊 其實姚廣孝他裡面留了一個伏筆啊 萬子重孫那個萬是什麼 萬曆皇帝 重孫 就是萬曆皇帝的重孫啊 就是明師宗朱油簡啊 所以後來你看明師宗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明朝就已經滅亡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是不是一個集穴所在